總要過年了 沒有拍到課 已經好幾個月前都檢止了 好幾個月前 這一些好幾個月前 我就已經都提供給教育部 完全沒有任何答覆 如果你沒有辦法回答 我想就是請回這樣子 因為如果你還是 我們希望能夠等到市長或部長的答覆 謝謝你喔 這個問題在大學校裡面非常嚴重 我們的接任教師長年以來 十幾二十年以來 除了終點分完全沒有調整之外 實際上也沒有受到任何的勞動法令保障 不受就司法保障也不受勞基法保障 因此這兩年多來 我們一直持續努力的在爭取這個訴求 好不容易勞動部終於在去年鬆口了 他們看到說確實接任教師沒有任何勞動法令保障 是不公義的事情 勞動部表示說他們願意在今年八月一號 正式讓接任教師納入勞基法適用 我們原本爭取了那麼久的訴求 看起來像是露出了一線曙光 但為什麼今天大家還要從中南部千里迢迢的 跑來教育部這邊抗議 我們爲的是什麼 照理說不是已經適用勞基法了嗎 答案很簡單 我們發現說去年勞動部公告的這個 即將要上入的適用勞基法這個草案 居然史無前例 我們必須說這真的是勞動部第一次 第一招做出了這樣的一個舉動 就是將接任教師去做了這個身份上面的切割適用 我們發現勞動部公布的這個草案裡面 在今年八月一號 只有所謂的畏懼本職的接任教師能夠適用勞基法 所謂他們認為如果你在從事接任教師之外 還有其他份工作的老師 他們就一樣可以像過去一樣 不用受到法律的保障 一樣的讓學校繼續當作廉價勞動力使用 那我們都很清楚的知道 工作 納入勞基法 它是最基本的保障而已 這不是額外的要求 可是教育老師一旦被解聘 他其實得不到一個合理合法的保障 連詢問真正被解聘的理由的管道都不存在 連申訴的管道都不存在 部長處理 部長處理